杜鸭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杜鸭也被称为乌鸦 原名雷切尔罗斯 是迪西宇宙里的超级反派三公魔 和人类女子阿莱利亚的后代 也是少年泰坦和黑暗正义联盟的成员之一 作为三公魔的女儿 杜鸭生下来就继承了三公魔的强大力量 但是年少时期的杜鸭并不会控制这股力量 经常暴走 从而伤害到身边的同伴 知识二 杜鸭为了能掌控自身的力量 接受了业仪对她的教导 逐渐地学会了如何运用这股强大的能力 而杜鸭除了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之外 还具有释放出灵魂和魔力 从而过成一股魂魄力量 给敌人造成一定物理伤害的魂魄能力 不限于物理 魔法或心理伤害的治疗能力 能够操控自身周围的银子和黑暗 使其化为触手进行物理攻击的迎控能力 以及能够控制比自己弱的魔族 操控尸体制造僵尸的魔控能力 除此之外还会飞行 念力 心灵感应等众多能力 从设定上来看 杜鸭作为三公魔的女儿 在实力设定上就非常强大 且具有多种能力 知识三 虽然杜鸭继承了三公魔的力量 但是正常状态下的她 需要压制体内邪恶的力量 所以很难发挥出自身的权魔实力 她最强大的状态是黑化后 黑化后的杜鸭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发挥出自身的力量 而黑化的杜鸭有三种形态 分别是拥有带来强烈负面情感 和控制他人并增强他人战里的四眼红杜鸭 拥有超越三公魔的力量 掌管其宗罪的傲慢杜鸭 以及战利一般 但是诡计夺端 复活三公魔的黑暗杜鸭 知识四 在漫画星五二之后 杜鸭的角色经历基本由她的三次生命来区分 第一次生命是和少年太坦一起对抗她的父亲三公魔 第二次生命仅有短短的一年 杜鸭换赏了一身白袍 这次生命经历是三公魔企图通过杜鸭的身体复活 但是却被阻止 最终杜鸭的肉体也被火 第三次生命 主要是讲述杜鸭成为了一个16岁的少女 进入一所高中当学霸的故事 知识五 无论是在剧集泰坦里 还是在漫画里 杜鸭的颜值都非常高 而拥有如此高颜值的杜鸭 感情线也是非常的丰富 在漫画中她就曾和叶尔迪·克格雷森 三代闪电侠沃利维斯特 一首小子加菲尔德·罗根 黑我里维斯特等人都有过感情故事 知识六 在目前的真人影视作品中 杜鸭只是出现在迪西衍生区泰坦的第一至第四季 由澳大利亚演员蒂根克·罗夫特饰演 虽然目前迪西电影宇宙重启 但是还没有听说杜鸭将会跟上大荧幕的消息 不过蒂根克·罗夫特饰演的杜鸭 确实受到了许多粉丝的喜欢